北京时间9月23日,零点电台的巴萨跟对记者马丁内斯报道,巴萨即将在10月举行会员大会,届时将公布本赛季的财政预算。 据悉,巴萨北赛季的财政预算,达到了创纪录的9.6亿欧元,不但超过了上个赛季的8.97亿欧元,还成为欧洲预算最高的俱乐部。 近几个赛季以来,巴萨的财政预算和俱乐部收入都在大幅上涨,上赛季,巴萨的收入达到了8.97亿,这其中包括内玛尔的2.2亿欧元转会费。 巴萨到手1.9亿左右,内玛尔的转会费大幅增加了巴萨的收入,这使得巴萨上赛季的财政预算从原定的7.07亿欧元变成和收入基本持平的8.97亿欧元。 在内玛尔转会巴黎圣日曼之后,巴萨很快就花光了他的转会费。 俱乐部先后以1.5亿欧元1.05亿加浮动和1.6亿欧元1.2亿加4000万浮动的价格引进了登贝莱和库蒂尼奥。 再加上去年11月梅西续约之后的年薪达到税后4000万欧元,这使得巴萨的工资总额大幅增加,达到了惊人的5.88亿。 这仅仅是库蒂尼奥加盟之前的数据,本赛季巴萨的财政预算继续加大,这其中包括增加的工资总额,同时巴萨今夏在转会市场上持续发力,3100万欧元引进阿图尔,3500万加900万引入朗格莱,1900万加300万买进比达尔,4100万欧元购入马尔科姆。 这使得巴萨夏天的转会投入,达到了1.38亿欧元,1.26亿加1200万浮动。 有意思的是,加泰罗尼亚居然如今愈发变得生财有数。 今年夏天,巴萨在转会市场上通过来源回收了大笔资金,最超值的是保利尼奥。 上赛季从恒大以4000万欧元的违约金抢来巴西中场之后,仅仅一年就被巴萨以5000万欧元先租后卖,的价格卖了回去。 白用一年还净赚1000万欧,巴托梅乌这笔买卖做得确实很值。 不仅如此,米娜和迪涅先后以3050万欧和2020万欧的价格转会埃福顿,德乌洛费乌以1300万欧转会沃特福德,加上其他的小额清洗。 今年夏天,巴萨在转会市场通过卖人回收了1.24亿欧元,包括保利尼奥的5000万买断费,不仅在卖人上大赚一笔。 巴萨的商业赞助收入,也创造了新的记录,据福布斯统计,巴萨2018赛季的商业赞助收入,达到惊人的2.47亿欧元,超越了曼联和黄马,成为了世界上商业赞助收入最高的俱乐部,巴萨之所以能在市场中处于领先地位。 这与其品牌价值的增加息息相关,迈克和乐天集团先后和巴萨签下每年1亿欧元和5500万欧元的天价赞助。 除此之外巴萨的高人气也为球队吸引了很多二级赞助商,这使得巴萨的商业营收大幅增加。 今年4月,巴赛罗纳市议会批准了诺坎普重建计划,巴萨将重建球场,并在周边区域建设两座新场馆,一座包括篮球场和溜冰场的多功能场馆和俱乐部管理办公室。 这项计划使巴萨本赛季的财政预算继续大幅增加,将会达到历史最高的9.6亿欧元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